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第一個Vlog 今天呢我要來教大家做Rice Crispy Tree 一個棉花糖跟Rice Crispy的一個甜點 是我之前在國外的時候很喜歡吃的一種 口感呢吃起來有一點點像台灣有一種古早的甜點 叫做本咪湯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但是是我小時候啊我爸媽小時候吃的一種點心 好我們現在就來做啦 我們要準備的食材有Rice Crispy 中文叫做普普米 它就是像這樣子的泥狀的一個Cereal 早餐麥片然後早上也可以泡著牛奶來喝 然後這個準備六個Cup 六杯差不多是一整盒的這個麥片 第二個要準備呢是四十顆這種大的Marshmallows 這叫什麼 棉花糖四十顆大概是十個ounce 如果有那種小包裝的話 就是一整包的這個Rucky Mountains 我買的這個是大超大包裝的是一千克的 但是它有那種小包裝的話大概就是四十顆左右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數量 黃油 黃油要39克的黃油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做了 首先呢把火開到小火之後 我們要把黃油扔進去 讓它稍微融化一下子 好的現在我們的奶油已經完全融化了 然後融化之後就變成是水狀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棉花糖給扔進去了 然後也是一樣讓它完全融化成液狀的 然後現在正在融這個棉花糖 記得要適度的攪拌 要不然的話它會黏在那個鍋底就會焦掉這樣子 好香喔 看起來它現在已經是半翼狀啦 很快就要好了 好了 看到了嗎 現在呢 已經變成是這樣子 融化完的棉花糖 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把火給關掉 然後把我們的Rice Crispy Treat 開始放進去了 可以一邊攪拌一邊扔進去 因為要不然一會會很難攪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你也可以在這個步驟裡面加一些 巧克力呀 堅果呀 乾果呀 都可以 好的 現在我們已經攪拌完成了 這次我用的是像這樣子一次性的烤盤 那如果是用鐵烤盤的話記得 一定要在上面塗奶油 或者是用一層烤東西的紙放在上面 要不然的話你很容易黏在你這個盤上面會很難洗掉 咱們就把這一堆 哇 起鍋啦 好的 然後現在呢我們已經都把它放在這個烤盤裡面了 再來我們要做的呢 是蓋一層保鮮膜在上面 把它給壓平 好 好了 壓平了之後呢 咱們就讓它擱掉 然後擱掉完了之後就可以切開始了 從做好到現在呢已經過了一天了 現在呢已經凝固了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現在要來試吃一下 它就是黏黏的脆脆的 超好吃 大功告成 成功 耶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嘗試 做完了之後記得跟我分享你的圖片咯 拜拜